教室管理ITALC 那我們在我們的印象檔裡面 有替老師安裝一個教室管理的程式 叫ITALC 那學生端已經安裝好了 那在老師機上面 你要安裝ITALC MASS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你點下去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請你啟動終端機 到你的下載的地方 轉成最高權限 看一下有 然後執行 這邊有指令 所以你可以用複製的方式去做 複製這個指令 來這邊貼上 好 這是教室機Master的安裝程式 你必須 那為了避免他升級造成 版本不一 所以我們把版本lock起來 好 基本上這樣老師的程式就裝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學生的資料建進來 首先在我們啟動我們的 會有這個綠色的 如果你覺得好用就把它鎖定在 如果你覺得他不好 也沒關係哦 如果好用你就把它鎖定在啟動欄中 那一開始這邊不會有資料 那你 好 假設我先新增一間教室 這是電腦 然後在裡面 新增一台機器 你可以 你可以 他 假設這個是 IP制作 這是第11號 Mac建議你收起來 從DRBL那邊拿過來比較快 好 ok 這樣子你就會新增一台 然後你可以 如果他的Key是一樣的話 你在這裡就會看得到學生機的畫面 不一樣 好 假設你的 裡面的 兩個人的金鑰也對了 像我這邊是 11.121 11.121 192.121.11.121 他做法是21 確定了 對了 點兩下就看得到學生的號碼 那你按兩下 你可以去操控學生的電腦 做事情 那在這邊的設定 對吧 這是蠻好的教室管理工具 提供給老師在教室 那學生如果真的 導彈你可以使用Lock 把它鎖起來 他上面就一個大 一個大鎖 你按兩下把它解掉 可以解掉 啊 Lock起來他就 他的電腦就不能做事了 或者你也可以送訊息給他 想這個學生 有問題或者是 假設是這樣 你送過去 他這邊就會彈出一個訊息 他這邊會彈出How are user訊息 好 這樣子很方便 你叫做教室管理 如果學生的畫面 你需要做 佐證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 存起來 他叫做 這一個 take a shot 存起來之後 就會在你自己的 這邊 之前 他這張圖 我證明會有發訊息給他 這樣子 還蠻好用的教室管理工具